案例大家很關心 是75例喔 75例 來掌聲鼓勵一下 75例什麼意思呢 我們三季以來 第一次跌破了三位數 第一次只剩下二位數 確實是個好消息 這個好消息呢 真的是所有的網友都有功勞 我們臺灣人就是這樣啊 每個人守規矩守得不得了 對不對 有些人在家裡 現在不是都要戴口罩 因為臺灣有很多 家戶的群聚感染 所以我們把自己保護好 就是把臺灣保護好 但是奇怪 這個死亡數字好像還是 減不下來 還是二十例 我們稍後來問一下 這個署長到底為什麼 確診少 死亡多 隱藏有哪些隱形炸彈呢 另外呢 疫苗還是一樣 捐大於買 疫苗仍然缺很大 除了美國呢 好心送來250萬劑之外 我們的自購疫苗 一點進度都沒有啊 但探討疫苗前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週末假日有出門嗎 不只是去旁邊的7-7買個東西 有沒有出遠門呢 請教一下喔 侯友宜告訴大家 前兩天車流量大幅上升喔 因為確診減少 他告訴大家 你不要只看數據了 到現在為止 我們根本沒有條件談解封 所以拜託大家要忍耐 數字告訴你 週末的運量對比上週什麼概念 高鐵運量增加了七成二 嚇死人 國道五號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 國道三號增加百分之三十二 國道一號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連台鐵也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啊 你看看這是高雄的這個柯仔 療餘室有沒有 摩肩接種又來了 人跟人之間 根本沒有辦法保持安全距離 從這個高空來看 車槽確實是倍增 這個情況讓大家有點擔心 但是就像署長你講的 動不動了 實在是封太久 很多人都要封出憂鬱症 事實上是在國外 你也先講過ICU症後取罵 現在整個臺灣就變成一個大的ICU 對不對 大家都出不去 確實在心理身體都影響很大 包括最近你知道嗎 家用的健身器才賣到翻 沒有辦法出去運動 確實對於健康 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都在討論 維解封 維解封我先第一題 先問您怎麼看維解封 指揮中心說 低風險的場域 渴望鬆綁 什麼樣的低風險場域呢 包括電影院 展覽館 圖書館 不開放飲食的地方 有條件渴望鬆綁 另外商業場所 維解封 之前講的是分區降級 現在說要維解封 因為分區確實是會有點問題 臺灣怎麼分區 南來北往很方便 你也沒有路障 你從臺北進到高雄 請問進到高雄 有路障 有要管制嗎 沒有 所以怎麼樣分區呢 現在說叫做維解封 靜態不需要距離接觸 這個空間足夠 可以管控流量等等 有可能維解封 你怎麼看待維解封 我看到的還是一個 很籠統的一個講法 沒有詳細的配套 對 其實大家記得 我們就一直說 現在這一種三級警戒 它是一個假警戒 它有停課 但沒停班 所以本來也就有很多的商店 它還是有開 那有的是為了節省人事費 所以它乾脆關掉 好了 那其實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有沒有出去 其實這個出去 是有不一樣的出去法 怎麼說呢 其實在其他國家 即便是在封城的情況 我們也講過 其實封城 它是有一些細膩的做法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可怕 在封城的時候 都還會規定 什麼時段 是你可以出去外面走一走 那然後比如說大賣場 什麼時段 大家是可以上大賣場 或菜市場的 出去本身 如果我們是在空曠的戶外 而且沒有群聚的話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的傳播 包括說飛沫接觸 乃至於大家擔心的空氣傳染 這個是在戶外 那種空間那麼寬闊的 反而是安全的 所以如果我們出去 是要到公園 到一些沒有人的地方 去做點運動 那自己一個人 或者就你家 這幾個少數的人 本來你在家裡 也就這幾個人 出去外面還是這幾個人 其實是安全的 可是 剛剛秀芳講到 像一些市場裡面 人擠人 這就非常不安全 還有什麼 我今天看到這個 我覺得昏倒了 各位 我們說空氣傳播哪裡最危險 人多 室內的場所 室內密閉 人多 停留時間長 來看一下這幾個地方 電影院 多不多 這有哪一個不是室內 通通都是室內密閉 這什麼會叫做 然後人多不多 人有夠多 然後 而且是非特定的人 然後會待很久 尤其是電影院 會待很久 所以為什麼政府 這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空氣傳播這件事情 還沒想清楚 然後反而是 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園 通通都圍起來了 國家公園關閉了 所以整個都做相反 所以這就是 再講一次 就非常沒有邏輯的 一個防疫方式 所以他想要優先 開放的地方是錯了 那你本來三級 就停課不停班 你本來現在 也就要遇到暑假了 你還怕沒有停課嗎 所以完全是莫名其妙 至於一般的商家 他其實最重要的是 本來也沒有叫他要關 但是他人不多 所以人不多的時候 大家也就不敢去 所以政府最該做的 是好好的避免 又發生這些大大小小 因為我們就說 他沒有歸零 所以這邊又冒一個起來 那邊又冒一個起來 那他一定要 平常的這個檢驗就要做 一冒起來全面的 在那個場域 大家記不記得 像這個經緣 那高科技場 一發生事情有沒有 苗栗縣現在 全面所有的高科技場 都在普篩 就要有這種行動 避免有更多的人感染的時候 民眾有安心的 他才敢出去 那密閉的 像我們的長途大宗運輸 密閉的都沒停 就大家又去做 你如果是自己開自家的車 OK 可是去做這種 密閉的大宗運輸 真三級也沒停 假三級也沒停 現在還解剖解剖 就沒什麼好講的 可是這些其實在 還有國內的本土 不明來源感染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不適合去搭的 然後我們的三級警戒 其實是一天 一天有十名以上 不明來源的感染 就叫三級了 雖然我都不知道 政府一天到晚 自己在那邊 違反自己所訂的標準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個人覺得 還是以目前這樣 學校本來就已經要放暑假了 所以應該是規規矩矩的 利用暑假這段期間 好好的把疫情控制好 反而比現在咱們 小空小胖 結果都射不到空 這樣射不到胖 是反而會製造更多的風險 對啦 長痛不如短痛 寧言勿怨 但問題是 這個封城封了一段時間 沒有封城啦 假三級做一段時間 台灣民眾就已經受不了 但問題是 我覺得就有條件的一些解封 也許可以執行 在某些縣市 或是某些非熱區等等 但是重點就是配套 如果說你的配套完整 像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的服務員很廣大 城市的移動也很頻繁 城市的人員移動 所以他們有健康碼 但他們是因為打了疫苗以後 要出示健康碼 所以你有了健康碼 才能夠上飛機 有了健康碼才能夠上高鐵 甚至才能夠上公交車 公共汽車等等 這就很清楚 很簡單 那台灣當然沒有疫苗 所以它要用什麼樣的管控呢 再加上我相信這個商業團體 壓力很大 呼聲很大 同時民眾真的 也很希望能夠趕快解封 所以解封大家不是不贊成 哪些方式可以解封 我覺得重點就是配套 但是我覺得配套 好像就是我們指揮中心 最弱的一項 有沒有 過去大概只有口罩做得好 其他呢 其他像是包括快篩 包括普篩 包括入境篩檢等等 一團混亂 重點就是這個配套做不好 而且我覺得台灣民眾現在最可怕 就是信心危機 對於政府的整個防疫呢 喪失了信心 指揮中心想想什麼 大家都要想一下 你講的是真的嗎 還是你又在呼嚨我